这次选举当中是不是美国也出现了一些焦虑 民进党一直告诉大家中国戒选 但是你看看这个柯文哲爆料 赖金德不是还批他吗 这种事情你也讲出来 但是我们昨天很多的粉丝都说好啊 我们就是要公开透明 有什么不能说呢 AIT联系当然了 AIT的反应蛮强 后来立刻发了这个声明稿 对不对 不会介入啊 公平对待啊 那柯文哲当然也出来还夹一下 他说其实跟AIT每周都有联络 也跟这个处长保证不会制造惊喜 而认为问题可以来电 所以这个打电话来很正常啦 但是很有趣 打电话来问他中国有没有戒选 问他这件事情 然后赖金德又来了 这样选举是要选择国家的方向 没错啊 不要让台湾走向战争的 不是走向亲中专制的老路 这是赖金德的论述 然后另一头呢 你看到这个拜席会 稍后我们会细谈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跟台湾选举 有关的拿出来讲 那Kurt Campbell 我不晓得了 是不是 是不是一直在很关心这个事情 他就告诉大家 说拜登有警告中国 不要干涉台湾选举 然后也需要中方胜 中方需要尊重胜选者 并且跟胜出的人合作 还有美国这位 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资深官员说 习近平在会中 表示呢 他说美国媒体说 中国打算在2027或2035年动物 习近平说没有人跟我说过啊 但我们昨天有特别拿出来讲嘛 因为台湾媒体的刊登方式 都是把这个屏蔽掉 直接把它当成事实来写 因为在中方还有在美方的 最后的这个结论当中 公布的声明稿当中 都没有这一段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资深官员 这是路透的一个报道 那真的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还有这个拜登呢 当面告诉习近平怎样怎样 这是Chris Campbell说的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委员你觉得呢 好吧就当他们是真的啊 那请问一下 你拜登有什么权力警告 搞丑了 你自己涂白脸吧 说不要干涉台湾选举 那AIT呢什么意思 AIT最喜欢干涉台湾选举了 他不爽的话还会搞一个 什么王立强事件来给人弄一弄 对 那所谓的中方要尊重胜选者 并与胜出来合作 那是中方的权力啊 他爱不爱尊重 他爱不爱胜出 跟你美国什么关系 你美国什么时候尊重过胜选者 什么时候 你也是爽的时候就合作 不爽的时候就不合作不是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白宫他们是觉得说 台湾就是我的势力范围 只能听我的 不能听中国大陆的 对你不能跟中国大陆 这个不可以干涉 只有美国可以干涉 美国可以干涉台湾选举 但中国大陆不行 已经贴在他们脸上了嘛 谁会理你啊 对不对 那至于所谓的耐清德说 不要让台湾走向亲中专制的劳碌 有比你民进党还不专制的吗 你叫我们吃莱猪 我们就乖乖吃莱猪 而且还不能标示 连那个学校里面都被抓到有莱猪 你还好意思讲专制 有哪一个政党比你民进党还专制 就是你民进党最专制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这么爱说谎话的赖清德 哎呀还亏他是医生 不过他好像不是什么认真的医生啦 那这个所谓说习近平有讲过说 没有人跟我说过2027或2035要动武 习近平讲话是对啊 没有人跟我说过啊 可是问题 我有没有说过 哈哈哈哈 对啊 哎你有没有搞丑啊 要不要对台湾动武 还轮到解放军讲话 当然是习近平讲话嘛 习近平的名言是什么 要求军队解放军照之即来 注意到我照你才来哦 我不照你是不能来的哦 只有党指挥枪不可以枪指挥党哦 你怎么可以跟我讲说 你什么时候要打台湾啊 是我批准你才可以 我命令你才可以 所以路透在写这个新闻 或说资深官员在放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也自争俱灼嘛 也不敢写得太太那个 对啊呀 这些什么也不敢讲得太清楚嘛 他或许会讲说啊 我们没有听说 我们里面有谁计划 2027啊 可是问题是习近平 只要下定决心说 我2026 你解放军三千八千 要不要去把军队整顿好啊 还是一样 照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他不是要求解放军 要达到的标准吗 所以你看看把这个什么山东舰啊 整天很辛苦到处去绕 对不对 那这个战机整天飞来飞去 就是在做这种准备跟演讯嘛 但要不要打 只有他能够做决定 别人是不能够做决定的啦 柯文哲还可能哦 从大家觉得是一定是负的 会变成是正的 亮哥你觉得呢 不知道 因为这两天 事实上14号晚上 就有人知道结果了 所以礼拜五早上就拼命发包民调 所以这几天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种民调 不清楚啦 我今天就收到三个民调 那可是有一个民调做权势化 那是不是认呢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规则 有严格到这样说 权势化一律不认 还是 是针对某家民调公司 我不知道啦 因为有一家民调公司不是用 不是我们听过的啦 我天天听都没听过 你就知道 有很多民调公司早就被人家定了嘛 所以他们就额外又找了一堆民调公司 来做民调 这三天啦 那我觉得现在的麻烦是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只差一分 一分的话对 然后比如说我看到有差2.94的 那你说人家会不会服气 那就是如果只差一分啊 那为什么民众党会要求看原始数据 因为我现在也不确定明天是怎么公布啦 因为明天也听到有人说只公布最后的总分数 公布总分数 比如说你们结果是10比9这样 10比7 我们收集到了所有民调 那民众党肯定不能这样接受的啦 他当然每个人都派了一个民调专家进来 可是据我了解 明天好像双黄要去现场 黄珊珊跟黄国昌 所以 我现在就在想说 如果是什么样的资料公布啦 那因为黄国昌 我刚刚我跟他在立法院同事过 他一定会 会把他心中的疑问讲出来啦 一定会这样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最好没有争议啦 就是说 那个结果就是明显的结果 而不是那种差1分 差1分就很麻烦 因为差1分人家就要看细节了 那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会公 是不是让人家看民调的公司啦 因为我坦白说啦 民众党也做了一些功课啦 就哪一些民调公司我们是赢的 哪一些民调公司我们是输的 那如果做出来的结果 本来自赢了 现在变成输了 那他们一定要看细节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不是大家想当然而一定怎样啦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看 明天时机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有三位民调专家嘛 这个马英九啊 国民党跟民众党各派一位 三位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他的一个 我说假设真的是有些教授会争议的话 会有比较看起来公立的 见证监督的这个第三方 马英九推出的这个民调专家来决定吗 本来听说是要这样没有错 他是当做仲裁者 那这个 当然要看那个争议点在哪里啦 比如说会不会有人 这个认真到说他的抽样是多少啦 那是不是在专业上符合统计规则 这种是一定要认真啊 当然啊 说要不要计较到这里 然后看一下 他过去的民调记录嘛 因为很多公司都有做啊 对 那怎么这一次 唯独这一次不同啊 之类的啦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t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 Futfill feel good